你有過一見鍾情然後失智的這種狀況嗎 來土象星座說一下 應該講我會被人感動 有人對我很好很好 或是他就是講了一些話 我會想一定是真的 可是其實事後不是真的話 我也會感到難過 就是那種情感上的反應我都會有 可是也是會想辦法把他的理性 從自己的那種感情中再脫離出來 傷心難過 你還是個人類就是了 我當然是個人類啊 但是他就是土象星座的反應這樣知道嗎 他不像我們水象星座 我們水象星座先把情緒發洩出來再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 然後等到你先道歉了 我情緒被安撫了 我們再來好好做些來討論說 剛剛你為什麼這樣講 原來你這樣講是有原因的 我們其實也是理性的 但是理性是站在情緒的後面 好的 你要推薦的 我要推薦的這個有三本書 都是關於愛情的 但是它跟你市面 就是市面上賣得很好的那種暢銷的 解愛情的時候可能不太一樣 那第一本是幾個台大社會學教授 孫中信 寫的 學者好好愛 那這個是在台大最有名的一個 愛情社會學的那個課程 然後後來經由出版社小編整理過後 出來的一本書 那這本書裡面 裡面都是非常紮實的社會學知識 它教你怎麼樣 用經濟學理念 甚至社會學理念 去診斷你的各種愛情的疑難 這本書在台大非常受歡迎 這本書就是很難搶到的 但是後來它就是出書 然後 你可以買第一本第二本 它好像出了兩本吧 應該還會再出第三本 它是一系列 那我非常推薦這本書 它很容易懂 因為它就是老師授課的感覺 但是 因為出版社 或是那個 它的那個 Poing Point的那個圖文 都有去解釋 所以也不會算說很 硬邦邦的 其實還蠻好理解的 那 還有另外兩本呢 是英國的一個才子作家 叫做艾倫迪波頓 它寫了兩本書 分別是《婚前婚後》 一本叫做 《我談的那場戀愛》 另外一本是那個 《愛情進化論》 哦 《婚後》叫《愛情進化論》 那 這兩本書基本上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它個人的傳記 是愛情裡面的自傳 同時也是一本哲學書 它其實是在探討 愛情的 我們的每一個階段的意義 我們那時候的心理狀態 我們為什麼會那樣想 我們為什麼會如此的盲目 然後最後 為什麼愛情 走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我們又開始麻木了 沒有辦法對對方產生熱情了 它是用那種 比較 心理學跟哲學的角度去剖析 那也是 作者對自己回頭過去 他在看自己的感受 他把自己的那些 悟出來的道理 再分享給大家 那這兩本 這兩本書呢 其實文詞都非常的優美 因為 《愛情進化論》 他其實他同時也是詩人 所以他寫的東西就是 就算你好像看不懂他在說什麼 可是 你可以欣賞他的文字 會讓人會有一種 你可以慢慢的去體味這樣子的 的感覺 這三本書都很好看 哇 謝謝你耶 我現在覺得 跟你比起來 我平常都只是在幫大家解壓 但我講的都沒有什麼營養 你還可以提供書單給我們 我真的太感謝你了 YAHOO YAHOO 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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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